俗话说 爱豆有三宝 有还美头内增高 眼线更是不能少 在娱乐圈里 有那么一群男神 炙恋着让他们的双眸 变得更不灵不灵的法宝 那就是眼线嫂 今天本楼小手一会 决定来盘点娱乐圈里的 眼线宝宝们 眼线宝宝一号 黄子涛 电眼迷人指数五颗星 说起屋里涛涛 也是娱乐圈里的一股清流 松漫的黑料 腿变成真正拥有万千珍爱粉的爱豆 乌里涛涛那抢眼夺目的眼线 必然功不可没 毕竟 纯色眼不坏眼线的涛涛 是这样子的 随手在度娘搜索黄子涛眼线 相关脸线已经多达将近五十万 曾经在XO的众人中 乌里涛涛凭借浓重的眼线和烟熏状 成功地创造了和其他鲜肉们 截然不同的画风 单眼皮的乌里涛涛 或眼线及烟熏加持 一切能让眼神变得更具电力 近日 黄色涛为某时尚杂事拍摄的封面 更是帅到让人想怒舔屏幕 当然 不变的依然是乌里涛涛的内眼线 和大地色眼影 所以 论一个眼线宝宝的养成秘籍 乌里涛涛绝对是楷模 眼线宝宝二号 陈祥 电眼迷人指数四颗星 说起我翔哥 也是眼线不离身的选手 从再加快了男生起 就以酷似韩国明星理准机的外表 和恒久不变的内眼线 大地色眼影造型 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现在 再翻回当年的视频 竟然会有一种莫名的错觉 仿佛我翔哥和乌里涛涛装脸了 要不要 而关于眼线一事 翔哥也曾经在自己的微博调侃 称眼线不够防水 就连在陈晓晨演戏的婚礼上 我翔哥也依然是内眼线 和浅色眼影的吸睛妆容 就算是在宣布少女装的霸气挺好 也是眼线不离身 所以 这个世界上 究竟有谁看过我翔哥 不画眼线的样子呢 眼线宝宝三号 陆晗 电眼迷人指数四颗星 看完如上两位眼线宝宝 你大概以为 眼线是只属于单眼皮的专利 而其实 对于双眼皮的陆晗来说 内眼线也几乎在她的妆容上从未缺席 比如某机的广告 细细放大 就能看到隐藏在陆晗双眼皮里的精致内眼线 同样 所有爱花眼线的男明星们 都偏爱的大地色眼影 也是和内眼线在一起的标配 这 就是在不知不觉中 让眼睛变得更有神的小心机眼妆 不过 对于拥有着如此精致面孔的陆宝宝来说 无论是大烟熏舞台妆 还是内眼线牵线勾勒的淡妆 似乎都能hold住 眼线宝宝四号 陈晗 电眼迷人指数 三颗星 还有一位眼线宝宝的画风 貌似尤为惊人 陈晗的眼线 大多是为戏剧造型而化 可是 这个浓重的程度 也是让本老看的大写的木的口袋 不然 就是和外面那些妖艳见惑的画风不一样 不过 对于本身睫毛就比较浓密的陈晓来说 日常妆容似乎的确不需要用到眼线辅佐 眼线宝宝五号 黄晓明 电眼迷人指数 一颗星 最后 本老要搬出今天的正片之宝 教主大人 在某选秀节目中 黄晓明曾以炎熏妆出现 真正的诠释了什么叫做 你看还是不要随便画眼线好吗 而这样的妆容 就算黄晓明全程认真挺歌 却会透露出一股淡淡的违蛇感 好在教主的日常妆容 是不坏眼线的 不然本老又小的心灵 还不知道要受多少次创伤 所以本老的终极总结仍然是 鸣汉们 请不要随便坏眼线和烟熏妆 好吗 其实在娱乐圈里 还有不少的男爱豆们 为了戏剧造型 都会以眼线来辅佐 只不过 如上五位眼线宝宝 尤其能够作为代表 猛果老新闻 给你一瓶卸妆油 你最想擦掉谁的眼线呢 八道